Nintendo Direct早前在2月21日举行 23分钟的官方影片 公开了多款即将今年上架的新机 其中Gundam Breaker 4 更加是时隔8年再推出的后续作品 相信一众高达粉丝都会很期待 Gundam Breaker时隔8年 终于再推出后续作 今次同样以高达为主题 玩家可以在游戏里面打造独一无二的高达模型 进行战斗并获取更多零件 改装自己的高达 越战越强 新作将会有250件机体零件 可改装零件达11处及进行动作进化 建造出来的高达模型更灵活 LINK START 刀剑神域睡梦边境 都是备受期待的游戏之一 在游戏里面 推移世界新功能 银河 原本是一项可以真实重现过去的或时代技术 不过突然出现失控精闪 主角同仁将会和过去战友以及宿敌 携手合作 解决眼前的意座 迫基公主表演时刻 是游任天堂开发并发行的动作冒险游戏 遊戲入面,碧姬公主一行人來到燦光劇場,自稱桂圃劇團的人突然出現,佔據了劇場,碧姬公主一行人亦都被困,為了奪回劇場,碧姬公主同一直守護這個地方的妖精,一起對抗桂圃劇場。當碧姬公主身於舞台的特殊區域時還會變身,能力亦會隨服裝變化。 Mario vs Donkey Kong重製版已經在2月16日公開發售,繼零四年Game Boy Advance現身之後,今次的重製版,相信不少機迷都可以重溫同年樂趣。 遊戲故事入面,Donkey Kong闖入玩具工廠混走迷你馬尼歐,於是Mario就決定要從Donkey Kong手上,拿回所有迷你馬尼歐。 就是有啊,什麼都有啊!